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种种迹象表明 中共习近平政权 已经是乱套了 彻底乱套了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方寸大乱 最新就是统计局副局长 在一个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面 我一看他就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 还有他一个说法关于房地产 我一看漏线了 包子漏线了 简直他都不是前后非常矛盾 政策方寸大乱 这里面他说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瞧瞧看看 分析分析 就关于房地产 与此同时 还有北京 北京也出大事了 北京也公布了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什么呢 就强拆强拆呀 强拆呀 拆哪 拆起来 全国已旧换新 你这个不会为你们好 你住着那么旧的房子不安全 赶紧拆掉 赶紧拆掉 就从广州再到北京 你看就是中国首都经济 这个政治中心 全国的中心也要开始搞这种 以前贺港都玩烂的一个就是 旧改呀 捧改呀 就是通过拆了老百姓的房子 创造需求 连现在就贺港都玩不下去的东西 北京也开始玩了 广州也开始玩了 什么情况 也是我们就凑在一起 就现在整个这个中国共产党政权 关于这个经济政策 尤其是房地产一块 根本就搞不定了 就是为什么他的政策会出现乱套呢 那就是这个现在崩溃的情况 远远超出他的预期 他对自身这个经济的情况有巨大的误判 他根本以为自己很牛 他以为自己那个东风快递一打 那个台湾就投降 这个一撒下去 这个就搞定 他以为这个贸易战一打 这个美国这个 这个只要不提供这个什么 这个中国大市场 没有中国市场 美国人都不行了 美国人都要崩溃了 你看这个搞了半天 然后他误判了嘛 可是最大一个误判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老百姓哪里有钱 最新就是税务总局也有个数据 就是这个中国老百姓的收入 其实在最近两三年是大幅下降 这个权威的数据 我们也是凑在一起分析分析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雷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 所以都是跟什么 都是跟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下降 根本就没有钱 你要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情况 有巨大的误判 就是绕不开这个东西 他以为这是什么什么比亚迪 有多牛 这个比亚迪现在算算跟充没人了 你不会说比亚迪特斯拉也不行了 特斯拉也是暴跌嘛 狂跌不止 我们也是跟进一下最新的情况 这个先说 那么我们详细来看看 先说这统计局局长都说了什么呢 统计局长说 中国还有1.8到1.9亿的农民工 还没有完全市民化 这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你户籍政策导致他们没有完全市民化 而这些进程的农民工购房的比例 不到三分之一 他认为要解决农民工 有钱不买房的问题 他这一说就是什么 他还仍然有巨大的需求 你还没买房是因为他没钱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 中国还有很多人还没买奔驰呢 那是不是还有巨大的市场啊 中国还有很多人还没买私人飞机呢 是不是就可以导出来 中国有一个巨大的私人飞机的市场 你开玩笑 但是啊 他这样一说 就暴露了什么呢 暴露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一个巨大的问题 什么巨大问题呢 一个当然就是他现在没有需求 一点需求都没有 就这房地产真他真没想到 原来从从一开始习近平真没有一盘大气 他真没想到他这个房住不少啊 一砸下去 这房地产就崩溃了 他是没有想到现在是真崩溃了 房地产一点需求都没有 那二手房没法卖 还有一点点需求都在增 都在降价 没有需求 这个中国根本一点内需都没有 啊 我们看到最新就是这个 我们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啊 从历史来看 是不是还有了很多农民工没进程 肯定不是 我们来看从08年到18年 10年之间 这10年里面 有大量的这个单 这个这过去的改革开放啊 期间是有大量的农民工进程啊 当时我们看到二 我们可以看这样一组数据啊 2023年全国人口增量啊 当时第一名 2023年啊 第一名是哪里合肥啊 说合肥增加了21.9万人啊 回头再看 2022年全国人口增量第一名啊 第一名是长沙 才增加了18.13万人 这2023年 我们看到全国增长最快的城市啊 才只是增长十几二十万人 我们在对比以前 2018年的时候 全国人口增量 最多的城市深圳是增加了49.67万人 50万人啊 啊 还有17年的时候 全国人口增量最多的地方还是深圳啊 17年的时候增加是61.99万 62万 从17年到18年再到22年23年 我们看到尤其是疫情之后 中国整个人口就见顶了嘛 见顶了 啊这个增量我们看到以前最人口增加多的地方都是六七十万一百万的增加 现在这个增长不动了 根本都走走不动了啊 就互相就是存量竞争存量竞争 所以从数据我们可以也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的城市人口的增量啊 正在快速的下降啊 整个单整个中国人口也是见顶的嘛啊 现在就是存量里面他还动了一下啊 可能从一些一线大城市啊 跑到一些是什么合肥一种地方啊 就是这样这样流动啊 互相流动啊 可能刚好有一些契机 他就多了一点点人啊 这个基数比较少啊 像什么吉尔吉斯斯坦啊 这个去年买了一台车啊 今年买了15台车啊 他增长了百分之1500啊 基数比较小啊 尤其是一些省会城市啊 人口都是流出了 都是流出了啊 而且就以前还在进城什么 年轻人 年轻人啊 现在就现在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人没有进城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进城 那些都是老人家 老人家 你里面就以前啊 这个要拿捏什么户籍啊 什么学历啊 这个孩子要买房啊 现在仍然留在农村的那些人 他就是出不来的了 他也没有意愿出来 你看以前就拿捏这些人 你比如学位啊 没有学位你要出出来 仍然没出来的都是老人啊 还有五亿了 农民还在村里面 这五亿农民他会出来 他不会出来 他他都五六十岁了 六七十岁了 他呢 他马上都不行了 他就根本就没有后续了 现在看到还有一些人 有些人说什么城镇化率 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 剩下这些人是没有进城的需求 没有进城的需求 而且这五个亿根本就调动不了 而且他们进城是进城挣钱的 他们是进城买房的吗 不是 不是 进城买房 它是什么 这以前就拿捏拿捏他们的学位 或者说什么捏 这个孩子 有个孩子生孩子 或者说这种人口的往上流动 现在都没有了 没有了 剩下一个他自己没有医院 剩下这些人他不是流动的 他就是老人家 他还在村里面 或者说这根本就不会流动 该流动的都流动了 都流动了 甚至是回流了 我们现在看到 但是我现在说 这个就主要他跟之前一个什么政策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 就是他之前一直在强调什么 包括习近平开会 包括这个 这个什么两会 政治局会议 他都在说什么 他都在说 高层不断强调 房地产市场 共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政治局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定论吗 房地产市场的共序关系 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也就是中央之前不是定了吗 就不会两会的时候该破产破产了吗 就定了 就是我们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都知道了 这个工序关系就是不可能在扭转 但现在突然间一跳出来 还有人没有重大变化 所以就是现在要刺激经济的目标 跟之前定下来的结论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所以我说他这个房寸大乱就是这样 他之前自己都知道了 房地产供需关系不行了 以后要进入高质量发展 中国不可能高速发展了 要高质量发展了 这一头 我们还有一点农民工还没进程 农民工还没买房 还没买房的他就买不动了 或者他都未必有买房的需求 他就是年轻人这一届年轻人他才生不争孩子 或者生孩子他愿不愿意为了孩子而进行这种投资 还有进行这种自我的牺牲 不断的供这个楼 还有现在这个且不说这个楼 因为以前是觉得他能长 现在几乎就没几个老百姓不知道了 房地产已经崩溃了 现在有些地方还没有意识到 在基本上慢慢慢慢有一点朦朦胧胧的 就是他知道这个东西不赚钱 但是他还没知道 有很多人还没认识到他要亏钱的 只是觉得他不赚钱 慢慢的大家都知道这玩意是亏钱的 他就不愿意 我这我要亏这么多 以前是觉得我既能解决孩子的学位 我起码我还能够买个房赚钱 一举两得 现在不单止他 可能都没生孩子 也不愿意为了生孩子而牺牲 这一代人 就观念有变化 而再加上这个房子 他是要亏钱的 那他就没有这个意愿 且不说很多地方 他也放宽了这种标准租寿同权 他为了抢人 他人都没有了 现在很多租房也可以入学了 所以对买房入学的需求确实也少 所以从从从从前到后 他他就不成立了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成立了 在统计局这样说出来 主要就是中共中央急了 他说这个你说违反中央精神 这不可能的 但主要主要是现在又要涉及经济 他自己都乱了 自己很乱 政策很乱 然后这个北京 北京也是在行动 北京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 19日发布公告 公告关于对于关于城市更新过程当中 对私有住房实施住房征收的有关事项的通知 就拆迁了征收 更新过程 城市更新就改 就改对这个私有房屋进行征收 在一个有关事项的通知 就修改了规则 修改了规则 这个东西跟之前广州如出一辙 如出一辙 征求意见稿明确 人民政府在收到征收申请之后 随段收到征收申请之后 要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等等等等 审核项目是否符合房屋征收的条件 对于符合条件的项目方可纳入房屋征收 不符合条件的就强拆了嘛 就不符合 就意思怎么 符合条件的才给钱 不符合条件的就不给钱了 然后到时候 你这个不符合 你这个也不符合 那能不能征收 这不只不能征收 违章建筑 违章建筑是什么 强拆嘛 你这个文艺都是违章建筑 是不是 所以就定义 主要定义什么呢 违章建筑 如何征收 进行一个更新 更新到时候就强拆 如果要给钱拆就没意义了 给钱拆 原来他政府不上收 而且政府也没有这个财力 如果有这个财力就不用搞 搞这么多东西 政府也没钱 就证明北京也没钱 干脆来个强拆 老百姓能炸的都炸出来 现在你看整个已旧换新的房子 已旧换新 车子已旧换新 全什么能炸的都炸 这老百姓还有多少油水 没有多少油水 一个老百姓发个帖说 你们不觉得矛盾吗 昨天还在说过紧日子 今天就已旧换新了 过紧日子的意思 就是能省着省 过富裕的日子 才要已旧换新 这怎么理解 这个理解就是官员 官员就降杠杆 老百姓就加杠杆 所以这一紧日子 一个已旧换新 它就也是一种方寸大乱 你政府都没钱 中国作为一个资源集中的独裁体制国家 政府肯定是比较有钱 很多人留言的时候都会说 老百姓没钱 政府一样有钱 金三胖一样有钱 是不是 对呀 作为一个独裁国家 政府应该比老百姓有钱 但现在政府都在过紧日子 他怎么就觉得老百姓有钱 你就换新 对吧 政府为什么没钱 因为老百姓没钱的 政府才没钱 大家想想 在一个独裁体制里面 如果老百姓还有油水可渣 政府怎么会没钱 现在我们看到政府没钱呢 其实早就意味着老百姓没钱 因为老百姓 中国政府割韭菜 不是一天两天 其实中国政府都搞了电瓶车 开始 就不太有钱 搞电瓶车 他的这种收益的边际就特别差 以前的抓汽车 简简单单一抓 甚至不用人力 放个摄像头 天天就创收了 这他的这种收益边际就比较有 天天找几个扶警 在街上面抓着抓 带头盔 这玩意民怨特别大 收益的效果也特别差 其实就你想几个扶警也要发工资 对吧 要查这个带头盔 一个头盔也罚不了多少钱 罚多了 他车都不要了 所以这就捉襟建筑 早都没钱 他自己的很矛盾 但是这个先先救政府 再说政府过几日子 政府有办法 但政府也可以搞项目 也可以刺激经济 但现在政府也政府也要过几日 也要停掉基建 所以你说多矛盾 整个政权是方寸大乱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 主要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 其实是真的没有 这个真实的居民收入 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得到 从个税统计看得到 有的网民也是扒出来 中国的统计局说的数据 说中国居民支配收入增长百分之 平均收入增长百分之六点 这个都假的 因为什么呢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下跌了 而且下跌幅度相当大 在2023年 中国个税收入下跌百分之十五点九 百分之十六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没有变过吗 对不对 收入你说增加了个人所得税 怎么会少呢 个人所得税就是超过一定收入的人 交个人所得税 对不对 怎么可能个人所得税少了 然后你说老百姓收入多了 怎么可能 那就很多人逃税了 所以这首先就不科学 只要收入多到一定程度 都交了个税了 都交了个税了 不可能不交的 税局会查的 发工资的时候就扣了 除非就收入太低 我告诉大家 然后这个 当然我们看到统计公开数据 过去14年里面 除了2012年 还有2019年 两次提高了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导致这个个人所得税有负增长以外 其余都是正增长 都是正增长 但是最近几年连续下降 连续三年下降 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实质上收入一直在下降 到了这个时候 中国政府还以为他不是以为中国老百姓有钱 他是只能这么做 只能这么做 从上到下 他就没办法 他就没办法 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共产党 他是穷途末路 他是狗急跳墙 然后我们再看到比亚迪 比亚迪今天再度跌破了200港元的心理关口 反弹弹不动 根本轮不到比亚迪 现在都是什么 拉煤炭 拉石油 这些玩意 我说了这些玩意可不是好兆头 因为石油跟煤炭 它不依赖于中国人民币 而且它具国有的资本 它聚集在这种资源里面 恰恰恰是中国可能要出大问题的一个前兆 它肯定要出大问题了 所以它的资金集中在你看一些刚性的矿产上面 比亚迪今天还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就是墨西哥 跑到墨西哥去 跑到墨西哥 现在都跑到美国 跑到墨西哥去谈 谈什么 希望在墨西哥投资 现在是求着墨西哥给一块地 它投资 还要答应墨西哥 只是供应墨西哥 不是供应美国 主要是吗 它没有市场 到处找市场 这早里面没用 特斯拉自己过不去 特斯拉昨天晚上才在暴跌 又暴跌 跌破了150块的大关 一个晚上蒸发了176亿美元 特斯拉根本自己都离铺煞锅 现在都谁都搞不定 所有的银行都在降低特斯拉的这个评级 所有这个电动汽车全在创新低 什么小小鹏 什么全部在创新低 比亚迪都兜不住了 在求着墨西哥给他一个机会 在墨西哥开场 现在也谈不拢 还没谈得好 所以主要说一千到一万 现在中国主要问题就是什么 没有需求 所以他才要倾销到外面 才闹了这么大个矛盾 所以这个习近平是玩犊子了 先说这么多 绝对不错 打开小铃铛